溫太一巴黎領獎 迷倒老外屍奶 開獎嘉賓 法國出名女星 這一個你騙人 不實在這明明就是溫太一張小龍嘛 哈哈弄錯了 溫太一是領獎人啦 她做到法國巴黎領取 第九屆巴黎中國電影節 主委特別獎 有請孫茜律師上台領獎 甄嬛傳的晶希姑姑也是領獎人 憑電影《我的青春密友》 拿下最佳女演員 兩人還與呂良偉 宣傳大使桃紅合影留念 可惜的是兩人大勞遠跑去巴黎 卻只有三小時自由時間可以逛逛 各位忘記了 我是張草鴻 哈囉大家好 我是辛茜 但她倆在前一天的開幕 可是出盡風頭 溫太一更是迷倒一大票女性粉絲 連法國當地的女演員 也緊抓著小龍畫家長 我很幸運地見到她 她在這裡有幾天 我會不會被人家 聽過於浪賴出國也是 屍奶殺手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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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不見 crises 여러분 感谢观看